笨小梗,你怎么挨声叹气的?我们来玩游戏啊 最近回南天,衣服用手洗怎么都不干 我都快没小裙子穿了 笨小梗,你用洗衣机不就好了吗? 你还说,家里的洗衣机擅自被你打坏了 嘿嘿,你不是还有赛罗奥特曼吗?让他帮助你啊 小妹子睡傻了吧,奥特曼只会打小怪兽,怎么会洗衣服 你不是建筑小人手吗?让奥特曼洗衣服还不是分分中国式吗? 对耶,我怎么问了,我可以建一个晒罗洗衣机呀 说建就建,巴拉拉能量,飞雷神之术,咻 要建洗衣机,一定要大一点 新建一个11乘11的框架 在框架角落叠高刚,7成左右就够了 不然太小也没法用 把四个脚连接起来,继续把晒罗的部分搭建出来 上面是晒罗的头,下面的身体 身体的部分是洗衣服的地方 头上标志性的脚搭也不能少 像这样,狠二不一,狠五说三 先把晒罗的眼睛和嘴巴都流出来 然后就是风箱了 又固执方块 像这样,一下就建好了 四边都得围好,底部也不能漏掉 顺路在地部装上转轴方块 放上前一转口 为了防止水流出来 得给它加上个盖子 在头旁边,装上转轴方块 建一个比身体稍微大一点的框架 中间的夹缝装上隔离层 在头顶上放上架子座 序列器,还有开关 用连接器把发射器的开关连起来 再把转轴方块和序列器连起来 把所有的都连接到架子座上 就大功告成了 感觉好像少了什么 是时候拿出我们彩蛋将变着头发 中间的部分,用玻璃来隔开 这样就能看到里面的情况了 内部放上发射器 一变四个 正好开关,最多能控制八个 等等,完美 赶紧来试一试吧 先打开洗衣机 在里面放上水 放上装有衣服的箱子 关好门,开起 有了赛罗洗衣机 这样就再也不当心腻不洗不干了